音乐 音乐 原来计划一个礼拜前 申请直升机搭载部落老人家飞到旧金月 与当时两天前已经先成行的年轻人在旧部落相会 因为气候不佳延到一个礼拜之后 也就是2013年10月20号才飞 导致其老无法在第一时间 实现在旧部落讲解流星部落的历史 因为天后转好 老人家带着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搭上直升机 怀着静香情雀的心情 回到了他们童年成长的地方 柳云就部落 如果说可以如果是三千英尺的话 直接回到 直接走都可以 不行吗 他们有寒导 我刚才拍的照片会马上就传回公司去给他看 那他决定怎么样他会打枪通知我们 这那么好的天气应该 颜色上我先报告 现在是已经好天气来了 他们有联络了吗 那边也在那边 有联络过来是好天气啊 因为我没办法去替公司做这个决定 因为我们只能够把现场状况回报给公司 那那边公司被洗员 台北那边决定 然后决定他们是来这边干嘛 那是不是来看那个 他们人在那边了 他也联络过了 他在那边好天气了 我们在等那个直升机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 到底能不能去 对啊 然后那直升机到底能不能飞也不知道 对啊 然后那就是 后来就是第一趟 他们先飞去那边嘛 然后就从我们的 头上这样飞过去 那时候大家就已经很high了 然后老人家就开始跳舞唱歌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就看到这样子就觉得 他们真的很想要回去 对啊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 那时候其实一直很想 一直很想要哭那时候 对啊 然后可是就一直忍住 对啊 然后就直到他们上去的时候 才真的放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过半个世纪 这些年老的长辈 几十年来 即使很想要再回去看看旧部落 探望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缅怀祖先 也回顾他们童年时光 但因为路途遥远 这一辈子几乎不能实现这个愿望 这次的直升机行动计划可以成行之后 就像在梦里回到现实 终于可以回到祖先的居住地 回到旧部落 怎不叫他们感动流泪 记者 宜兰金月综合报道